美国总统川普将于8日 也就是明天对全国发表讲话 谈论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发生的 他所说的人道和国家安全危机 他还表示 本周四将前往边境 实地查看并阻止非法移民 川普说 他将通过电视 在美东时间周二晚上9点发表该讲话 明镜电视将全程直播 欢迎届时收看 在川普宣布这一消息之前不久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 川普总统将与那些身处前线的人毁灭 这些人正努力控制 绵延3200公里的美墨边境 他还表示 会宣布总统边境之行的更多细节 媒体普遍关注的是 川普是否会借机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这要会赋予他更多的权力 来应对相关问题 目前美国联邦政府正处于部分关闭状态 而今天已经是关门的第17天 争论核心是川普要求拨款50多亿美元 修建边境屏障 以阻止移民越境进入美国 这些移民多数来自东美洲国家 民主党人拒绝为建造边境墙拨款 但是愿意批准13亿美元 作为用于边境安全开支 联邦政府大约四分之一的工作 自从12月22日以来一直停摆 目前还没办法预测 关门状态会在何时结束 允论核心